少許的油 然後它磨到沒有痕跡 所以它只要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會受非常乾 這樣裡面暖身就不會黏住 然後我們往前推 一次推到底 往後推 這個距離不要太長 但是你的氣體要排出來 摸起來是紮實的 然後再來四十五角把它翻過來 然後輕輕的輕放之後把它往外撐開 讓它呈現 這邊是盡量維持一個直角的一個狀態 從上面輕輕的下來 往內捲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放到口盤之後 把它稍微輕壓一下 把它輕壓讓它固定 你只要習慣性弄錯過來之後 它就一定會是在同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不用去特別說檢查說你的開口在哪一邊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致的效果 然後把它放著之後的往前推 往後推 推完之後它的後跑度要自己掌握一下 氣體還是要排出去摸下去 但是感覺是紮實的 然後往外推 往邊邊開 不要用很大力 但是你就輕輕的 它空氣就往外面擺 然後四四五角一樣抓起來 輕放下去之後呢 下面把它撐開 然後這些整條都要讓它鬆鬆的 不要太緊 然後這邊如果頭比較大 按住 把它稍微往上拉 它就會變平的 然後往下 牽一點點下來 第二點往下延 那延長的時候 你又給它一點空間捲 你不要全部都擠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今天往下 讓它自然的往下 然後最後把它合起來 合起來之後 如果你男生手大一點 你可以把它整個黏在一起 好 然後底部一定要朝下 把它黏在一起 然後摩訓拿了之後呢 五隻手圈它都排好了 把它拿起來放進去 然後最後這個調整是最重要的 最後這個調整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它整個提起來之後呢 提起來之後呢 然後靠近模具 因為模具它不會有發酵的空間 所以你要讓它從邊邊到中間 緊緊緊緊緊 到中間要越來越鬆 因為到中間的時候它是兩顆麵團 它都會發酵 那發酵的時候它爆起來 所以你中間要讓它鬆一點 讓它有一個空間 那邊邊的話可以緊一點點 這邊就把它拿起來 那這邊在調整的時候要記得 拿起來放放 拿起來放 你不要直接把它撥過來 因為麵團它是 你在做的時候你要去考慮到它 你不能說你只是想說 你把它撥過去 它就會長過去 並不會 麵團它的主體很重要 它的重心在哪裡 這邊這樣就好 然後中間一樣 兩邊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這邊我們會花比較長的時間 去調整它 因為這邊就是關鍵 等一下進去發酵之後 一切就是聽天由命了 然後用完之後呢 用著手 中間這邊去把它做一下輕壓 輕壓不是讓它更固定 是你在壓每一顆的時候 你在壓每一顆的時候 你要去確定 你壓下去那個壓力 力道 你在那個力道也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 表示你壓這邊比較緊 那這邊比較鬆 表示你這邊可能 要讓它再開一點點 所以你去壓一下 力道都差不多平均了 表示你等一下做出來的東西 應該就是沒有問題 然後剩下就是看它的 整個發酵到時候的一個狀態 好就這樣子 了解 好